哈喽大家好,我是Sam也 欢迎来我的YouTube频道 这个频道主要是分享我在生活上有用的知识 包括个人成长,理财投胎 投胎 理财投资之类的题目 先讲明先,Uncle我不是什么专家 也不是哈佛大学毕业高等PhD博士 我只是把对我人生很有帮助的一些知识 心得,黑科技分享给大家 但主要的目的还是 涨粉破袜,开通盈利 赚钱,并且赢取白富美,走向人生的巅峰 好,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非常有趣 如何讲话,让每个人都喜欢 标题是这样子写啦 主要目的就是引你进来先 因为要夸张一点 不然你不会点进来看这个视频 第一点就是幽默 很多人告诉我,幽默是天生的 幽默的确是天生的 有些人从母胎生下来啦 就好像有自带的幽默感 他们讲什么,都会突然让那个句子变得很搞笑很有趣 那个句子啊,本来是很普通 可是从他嘴巴讲出来 就好像有不一样的效果啦 然后有一些人呢,那个句子本来是很有杀伤力 很有笑点 会很爆的,知道吗? 可是不懂什么情况之下,从他们嘴巴讲出来 就空气突然变得很安静 乌鸦飞过都好像有声音了 啊,那么重点来了 幽默是可以学习的吗? 我个人认为呢 幽默是可以学习的 要怎样去学习呢? 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很好的例子 肖敬腾 肖敬腾总会让大家伙见识一下什么叫做一字千金 再看一下现在的肖敬腾 但是我就觉得我们就是很有缘队 说说吧,说说吧 我觉得你的话怎么编这么多呀 被逼出来了,我也不想啊,好烦啊 我很痛苦啊 我觉得好厉害一点 会不会觉得两个好像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类呢? 终点来了 要怎样去提升你自己本身的幽默感呢? 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做法就是看多一点喜剧 没有讲笑 看多一点喜剧 类似啊,周星驰,周星驰之类的电影 你可能会想,哈? 看电影有用没有? 真的有用了哦 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看这种喜剧 从里面学他们的句子啊,梗啊,肢体动作 来达到幽默的一个效果 真的很好用 但是你要会用 那幽默是一个搞气氛很好的一个武器 总之有你在整个氛围都会给你带动起来 啊,还有还有一点 就是我帮你做过research了 我大概问过十个到九个女孩子 都跟我讲他们是喜欢幽默感的男孩子 所以有时候你好好练习加强你的幽默感 有助于在追女孩子方面的那个成功率 我先祝你追到你的心中所爱 那第二点就是转换你的语气 讲话的语气 语气在聊天里面是占了很大的成分 很多时候 怎样说 会比说什么来得更加重要 那我打个例子啊 去海底了哦 诶,等一下我们去海底了哦 就第一个你可以感受到一个兴奋感 你拒绝它 你会觉得好像 哎呀,不好意思拒绝它 第二个就是 好像不是很开心这样 因为语气的关系 明明讲的话是一样的 可是带出来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 啊,其实语气在唱歌也是很重要的 诶,怎么突然进了唱歌的lecture去了 for example啊 你的声音 揭开了故事的谜语 你的声音 揭开了故事 所以你看 比起逻辑还有内容 好好观察自己讲话的语气更加重要 语气玩得好 人员会更好 把这句mark起来 skinshot 第三点就是 讲话不要太过冗场讲重点 朋友们 你是否有发觉到你身边的朋友是这样子 开始讲了 讲了半天了 找不到那个重点在哪里 诶,你身边没有这样的朋友 会不会你就是这样的人呢 开玩笑 其实这种现象会比较难改变 首先这类型的朋友 他们说话的结构性没有很好 因为他们自己都找不到重点 以为每一句都要讲那句 每一句对他们讲都是重点 所以就什么都要讲 从头就讲到尾 从前从前我就参加一些活动 和一些朋友交流的时候 我发觉到他们讲话实在太冗场 太拖了 然后内容不够集中 然后重点是 他滔滔不绝 他没有发觉到 其实我不想听他讲话了 他还一直继续讲 继续讲 继续讲 最后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 我就只好去小便 假假去小便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交流的时候 要多多留意对方的申请 你看到对方一直不停的假笑 什么假笑 就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了是了是了 这种就是假笑 就代表他不想听你讲话了 你就应该要stop了 还有他没有给你做出充足的回应 他的眼睛一直看别一边 这种情况之下你也是要停的 那时候你要sang mo 你就跟他讲 诶 bro 很高兴今天跟你聊天 我们下次再聊哦 那个人就会心想 诶 这个人steady 就不会对你产生有任何的厌恶感 最后一点也是非常重要一点 把说话直接的这个坏习惯改掉 那千万不要把我讲话就这样直接了 那这句话当成理所当然 老实讲你这种情况 不是因为你讲话直接 有人很真 只是因为你懒惰用脑 因为你可能不懂语言的美好 语言的艺术 那讲话直接不是一个借口给你伤害人家 很多时候人类都会讲出一些 自己觉得不过分的话 那其实听的人已经中见 可是我们不知道 默默流着血 我们看不到 一句你觉得不在意的话 却是他回到这样念念不忘的一句话 所以朋友们在沟通的时候 我们要想好再说 一个换位思考很重要 所以每次在讲话之前 我们要换位思考 那如果对方对我讲出这句话 我会不开心 如果觉得 哎 不是很开心 没有到很舒服 这样子的情况就不要讲 你可能会想 啊 讲话不好哦 这样麻烦了 又要想好再讲 又要换位思考 对啊 如果你嫌麻烦的话 就不要讲话了 这样子人家就不会讨厌 因为我们终止就是 讲话让人家喜欢你 你连想都不想 你就这样子去讲出你的观点的情况之下 很容易会弄到人家讨厌你 可能会想 哎 讨厌就讨厌啊 我就是我嘛 可是多一个朋友 怎样都好过多一个敌人 对不对 好 以上就是四个重点 如何讲话 让每个人都喜欢 啊 大家互相学习 好好琢磨 我相信这一个短片呢 多多少少会提升你一点人际的关系 朋友们 有学到东西吗 有学到东西 不要吝啬你的like跟share 狠狠的按下去 手指大大力搓下去不了 然后还有帮我subscribe 并且打开你们的小叮当 我们下期再见